1960年代中苏交恶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 苏联成兵百万之后 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 各部队进行了战备军事训练 训练作战的技术和战术 在各种不同的野战环境中 苦练部队走、打、吃、住、藏的作战技能 和吃苦耐劳精神 毛主席在1970年11月24日批示 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野营训练一次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 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 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 例如四分之一 但生产不能减少 进行野营练习 如不这样训练 就会变成老一兵 于是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 亿万军民野营大拉练的热潮 一时间练好铁脚板 打击地修凡的口号 响彻云天 从1970年冬到1971年夏 路上到处可见 手举红旗 肩扛背包 高唱革命歌曲的各行各业的拉练队伍 1971年初 我们曹阳二中校方 组织我们先进行了一次 试拉活动 又叫小拉练 短距离轻装行军 当天来回 接下来的一次 就是正式的大拉练了 我们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 教师 员工和工宣队参加 两人一排 长长的队伍 绵延极理地 我们每人身后背着一个背包 肩上斜跨着一个书包 一支堂瓷碑扎在书包的袋上 背包就是按照部队的规格 将一条四斤的棉被 用背包袋 三横两竖 捆绑结实的方块豆腐干包 打包袋是帆布的专用打包袋 草绿色 扁扁的 四毛几分钱一根 当时我在是否参加野营拉练 也犹豫过 因为小时候生过腰子病 医生说不能受累的 而这拉练不就是要吃苦受累吗 国家不就是要培养我们 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吗 最终我还是横下心来 决定参加 也想看看 我的腰子病到底好了没有 其实这个决定是很危险的 如果我被累坏了 老毛病又犯了咋办呢 那时候考虑问题就是欠周全 我们在上海郊县的农村里 拉练了有二十来天 每天要走好几里地呢 行军途中 经常与其他大专业院校机关 工厂来自不同方向的拉练队伍相遇 有的还高唱着行军歌曲 向日落西山红下飞 展示到巴巴银鬼 巴银鬼 还有的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还有的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还有唱三大纪律八项诸语的歌 短暂的相遇 大家都很兴奋 双方挥手致意 尤其大人们的队伍 看到我们学生 目光中又多了层呵护和关爱 队伍里有谁穿着绿金装 跨着应有为人民服务 字样的军用跨包 或者是腰间吊着一个军用水壶 都是令人羡慕的 一般人都没法得到的 十字路口的地上 画有不同队伍 各自的箭头指示方向 还有贴在墙上 及树干上的标语口号 路上常有自己学校的 或是其他队伍中的 啦啦队演出 他们将手中的大主板 打得啪啪的响 说说畅畅的 或者是被毛主席语录 鼓舞疲惫的士气 头一天走下来 几乎人人脚底都打了炮 晚上休息时 班里的小医护员小文过来寻诊 他背着个放油酒精 纱布绷带棉花球 红药水紫药水的白色小医药箱 上面画个红十字 他用金针给同学挑破脚上的泡泡 再用头发丝穿过去 这样泡泡里的水会顺着头发丝流出 第二天的行军一开始 同学们中有颠着脚后跟的 有翘着脚尖的 一瘸一拐的真是不可恭维 但是走着走着就好了 小文还给我们打耳针 也是用胶布将一厘米或绿豆 固定在耳朵的某处 根据中医的说法 耳朵与整个身体有相互对应的经络部位 用手按在耳朵上的米粒或绿豆 耳朵穴位疼了 相对应的身体某处就减轻了疼痛 晚上睡觉前按规矩还要在烛光下 学习毛泽东选集的 有时我们五六个人一起 分住在农民家过夜 有时上百个人住在公社的大梁仓里 还有夜行军的 军号声突然划破夜空 大家从梦中跃起 迅速迭背打包 我手脚比较麻利 打好了包就去帮助动作慢的同学 十分钟后 全体同学在空地上集合 立即出发 那是一个雨夜 我们走在田梗上脚底打滑 路途艰难 摔倒了 爬起来继续跟上 说到在雨天走泥地 尤其是走田梗 我们都摔得七仰八叉的 农民们教了我们一个绝招 就是走泥地时 五个脚趾都要用力抓地 穿着鞋也是这样走 果然用这个方法走泥地后 就真的不滑了 雨夜急行军 要是没掌握着走泥路的技巧 还真不行呢 黑夜中有几个手电筒 鬼魅般的前后移动着 我们还经过一座窄窄的 没有栏杆的 板面泥泞的小木桥 每一危险之处 总有一个人站在那里 用手电筒罩在地上 并小声提醒 小心 有人用低沉的声音提醒着 快点快点 跟上跟上 保持安静 有时前方的消息或命令 是通过每个人扭头低声 从前往后传递的 叫传口令 有的话从头开始传到尾部时 意思已经大不一样了 寂静的夜晚 浑吞朦胧 唯有雨声伴着脚步声 我们既兴奋又紧张 仿佛真的是在前线站去 我有点沉浸在这样的气氛 与环境中 最好夜再长点 天别亮 但过小桥时 就听说有人在那儿落水了 被激流卷走了 学校一位五十来岁 身材健壮的 宫宣队负责人 他是此次拉练带队的头 就见他一夜之间 头发油黑全变白了 后来似乎再也没人提起过 这落水的事 就在练好铁脚板 打击地修法的口号声 响策祖国大帝时 我们谁也没有想到 1970年底 1971年初 中美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总统 叶海亚汉以及罗马尼亚总统 奇奥赛斯库传递书信的秘密渠道 已经在商谈高层直接接触的事宜了 1971年3月底 4月初 经毛主席批准 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被称作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1971年7月9日 时任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 在巴基斯坦巧妙摆脱记者 秘密访问北京 回美后 于7月16日 按事先约定 双方同时发布了尼克松总统 将于1972年5月 以前的适当时间 访问中国的公告 去年5月3日 5月3日 是 您数日 产生 昨日 我的